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通过 法案条款对市场的影响又会如何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上周五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 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 酝酿长达18个月的 美国史上最大规模气候法案 即将本周内问世 此前 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上述 降低通胀法案 众议院也通过后 法案将递交美国总统拜登 只待拜登签字就可以成为立法 该法案此前计划通过大规模加税 投击近7400亿美元 用于绿色能源 延长医保等开支 拜登评价为 该法案是降低通胀的最有利的途径 此外 该法案提出投入3690亿美元 将用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 明确了对分能和光伏项目 给予长期税收低免 另外增加对储能 朝气和清的税收低免 如果采用美国产设备或在贫困地区建设项目 分能和光能项目开发商还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该法案中包含的个别条款似乎与之前的法案基本相同 理论上药品定价条款可能会影响符合医疗保险的消费者支付药品的价格 但这些变化要直到2026年才会生效 同样可再生能源条款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于能源 尤其是汽油价格产生影响 重点将放在中期投资和生产上 但作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气候法案的通过 对于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依旧会很大 由分析指出 该法案把一些项目投资税收抵免延长10年 提供高达50%的项目成本财政支持 计划到2030年将减少40%的碳排放量 将大大降低一系列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成本 并提高激励措施的有效性 分析指出到2030年 该法案可能有助于全面降低能源成本 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将取代化石燃料 同时也有该法案的反对者认为 它实际上会提高消费者的成本 而不是降低成本 而且会使美国化石燃料生产成本更加提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